有的女人娶回家忘乎 有的女人娶回家客户 可视频中的这种女人 娶回家直接毁服三代 无数网友在看到女人的行为后 都表示非常恶心认为 这种女人就该判处死刑 事情发生在深善特别合作区 额部阵创源路与创新大道交回路口 主人公马荣在喝完酒之后 开车闯红灯撞到两人 事故发生之后 马某第一时间想的 不是担心被撞者的安危 而是立马开车逃离 在开到离案发地点很远之后 他先是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马荣向自己的老公 快速讲述了案发过程 我撞人了 我酒驾 我给你发位置了 马荣的语言简洁精炼 用词精确严谨内容充实生动 他用着最少的文字 传递着最大的信息 想让老公来帮自己 顶包这起事故 可老公直言自己也喝了酒 随后他立马问马荣被撞的人 现在什么样 可马荣当时根本没去查看 受害人情况 他立马向老公表示 自己不清楚被撞人的状况 当时直接把人撞飞出去 还继续推脱责任说 那人当时骑了个电动车 而后继续让老公帮自己 找人顶包 老公听到这里 心直接量了半截 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心里只想赶紧和马荣把离婚协议签了 马荣眼看自己的老公也靠不住 当场就挂断了老公的电话 又马上给自己的男闺蜜打了过去 在哪呢 你喝酒了吗 喝了 那得了挂了吗 我刚才喝酒了撞了个人 你打了吗 我走了 别走 走了 吃了 我酒驾 我回家 此时 马荣已经逐渐冷静了下来 他先是询问男闺蜜有没有喝酒 听到男闺蜜说喝了 他也不再多磨叽 就要挂个电话 想找下一个男闺蜜帮自己 男闺蜜在听到马荣的情况后 立马询问马荣有没有跑 并劝告马荣别跑 好的事情会闹得更大 话里话外都是在劝马荣 不要肇事逃逸 和马荣是什么人 他立马强势地回忆 说自己喝了酒 自理行间都透露着 马荣没有丝毫的回忆 之后 马荣又拨打了几通 其他男闺蜜的电话 在听到马荣说 自己酒驾肇事逃逸之后 他们有的立马表示 自己也喝了酒 还有的说家里有老婆孩子 明天还要去理发店上班 如果去帮马荣订包的话 自己后半辈子就完了 马荣听到这里也想明白了 自己的老公都没帮自己 那更不会有人帮他订包了 他不在拨打列表里 其余男闺蜜的电话 而是选择听从第一位男闺蜜的话 开车回到案发现场 观察被害者的伤情 这一路上 马荣都在和车上的吉美们讨论 如何救治被害者 咱们再来上医院 慢点 慢点 可能是他良心发现 也可能是他想到 现如今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 自己如果做点好事挽回一下 被摄像头录下来没准 还能减轻自己的刑法 当马荣回到案发现场后 他直接傻眼了 只见刚才还冷冷清清的路上 现在已经围满了人 女人酒驾开车闯红灯 直接撞飞两人 想到自己喝酒撞人后果的严重性 她立马开车逃离案发现场 想让自己没喝酒的老公和男闺蜜 来帮自己顶包 可无论是老公还是男闺蜜 在听到女人肇事逃逸后 都表示自己喝了酒 眼看没让愿意帮自己顶包 马荣瞬间就恼怒了起来 他想起之前和这些男闺蜜 一起做头发研究 昆字上下结构的场景 他越想越觉得不值 在冷静下来之后 他还是决定返回案发现场 因为现在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 再加上现代社会警方先进的技术手段 即使马荣能逃得了初一 也逃不过十五 马荣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于是他在回去的路上 立马就和车里的吉美们 讨论起了如何救助被撞者 他想着录下这些自己 想帮助被害者的视频 到时候一定能帮自己减刑 可当马荣再次来到案发现场后 他直接人麻了 之间刚才还冷冷清清的接到 现在已经围满了人群 其中还包括警察和医护人员 马荣在下车后 立马和警方坦白自己酒驾的行为 还解释说自己在撞了人之后 并没有意识到 而是在开车开了一段距离之后 才反应过来 在想到自己撞人的时候 他立马就赶回了这里 并想着如何救治被害者 还说自己车上的行驶记录仪 可以作证 警方在听完马荣的解释后 只是简单地回复了一句 好知道了 随后立马带着马荣 去做了抽血检验 最终的检验结果 显示马荣每百毫升的血液中 竟然还有109.4毫克的酒精 这已经属于严重的酒驾行为 马荣喝了这么多酒 还能站着解释案发情况 不得不说 这女人还挺能喝 随后警方立马把医护人员 叫了过来询问被害者情况 医护人员表示被撞的两人 一人当场死亡 另一人重伤 马荣听着重伤和死亡 这两个词直接傻眼了 警方在听到情况后 也不再多想 立马把马荣考了起来 随后马荣把真实的情况 讲了出来 原来这天是马荣极美的生日 几个女神在吃完饭之后 就去了KTV里面唱歌 兴奋之余 他们就喝了点酒 回去的时候 因为已经很晚了 几个女神只有马荣一个人开了车 但是他们几个人都喝了酒 马荣觉得自己还很清醒 就直接酒后开车 准备带他们回家 没想到却在过马路时 眼花看错红绿灯撞倒了人 马荣在讲完这些后立马 又说出行车记录仪的事 他表示自己没有肇事逃逸 行车记录仪上 记下了自己想回去救人的全部过程 警方在听到这些后立马 调出马荣的行车记录仪 没想到上面除了记录 马荣自导自演的救人戏码 还有一个大惊喜 女人酒后撞飞骑电车的两人 一死一重伤 开电车的人身体多处骨折和擦伤 构成了重伤 坐在电车后坐的是他的外甥女小丽 只有不到15岁的年龄 当场死亡 起初肇事者马荣还想让老公 帮自己顶包逃避责任 没想到老公也喝了酒 最终马荣在男闺蜜的劝说下 回去接受了警方调查 当警方把行车记录一调出来之后 发现马荣在肇事逃逸之后 拨打了好几通电话 有给老公打的 有给男闺蜜打的 自立行间都透露着马荣想让人帮他顶包的意思 可马荣也清楚 如果警方把这起车祸定性为肇事逃逸 那么他肯定会被处罚的很重 他要求警方一定要往下看 随后警方就看到了马荣在车上 和自己的集美商量 如何拯救被撞者的视频 此时马荣和警方解释道 自己虽然在事情发生的第一事件离开了 但是在后来 他确实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还和自己的姐妹们一起商量 如何救助被撞者 虽然马荣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但行车记录仪上也记录了 他寻找替罪羊卫谱的事实 最终法院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内容 法院认为马荣在主观上从属肇事逃逸 最终马荣被判处四年零十个月的有期出行 酒驾造成一死一伤 期间还想肇事逃逸并寻找替罪羊 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一判罚力度太轻 不过马荣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 想必他在里面也会明白 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的过分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在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 100毫克的时候 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是为饮酒状态时的4.7倍 即使是在少量饮酒的情况 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度 也是正常驾驶的两倍 这都是血河类的教训 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和家人 一定不要一时起庆 想着没问题就酒后驾驶 一旦发生事故 将追悔一生